你確定沈柏洋的智商狀況 精神狀態是正常的 確定的話我再來回答這一題 真的要確定 還是柯文哲想幫沈柏洋測測智商 能讓柯文哲講話如此嘲諷 卻因為沈柏洋為了反國改 拋出這個例子 假設他們今天定一個法案 說我們要從北京到台北 蓋一個鐵路 花10兆10年要蓋完 他如果通過這個法案 行政部門就要自委 沈柏洋認知作戰 已經到了天馬行空 顛三島市的境界 下次喊出往太平洋蓋高鐵 恐怕也不足為奇 我真的有點驚訝 那個沈柏洋立委是 是精神狀態有一些狀況 還是他是認真的講這個話 沈柏洋這舉例 不只柯文哲會質疑還好嗎 跟著綠營下鄉宣講 沈柏洋為了強化立場 抗中保台又來了 沈柏洋跟黃國昌 他們要去通過的這種法案 最大的問題還不是這一個 他們有一個整體的計劃 這個整體的計劃會把這個國家毀滅掉 毀台計劃到底是什麼 沈柏洋拿不出證據 光是空口白話就扣藍白一頂大帽子 難道綠營不分區立委為了貫徹黨議 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沈柏洋一而再再而三的胡言亂語 把網軍側翼言論當主線 是低估台灣民眾的智慧 到底誰懂誰不懂 相信精神狀態正常的選民們 全都能看得很明白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